叫什么 跳凉凤 哈哈哈 跳凉凤 小凤 哎 在干啥的 不然你过两天不晒雨就把它烧了 先把它偷出一锅 你不是晒雨了吗 哪里晒雨 晒雪的 没晒雨把它勾勾 我给你设计的发型怎么样 你接着呢 好不好看 你接着呢 好不好看嘛你看看一下转一圈 转一圈我看 好看吗 very good 然后我不是给你设计的眉毛吗 也可以 等下晚上把它洗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的 眉清目秀的 很精神很漂亮 很精神很漂亮 真的吗 以后就叫点 我叫点小凤 叫什么 漂亮凤 漂亮凤 好大呢 小凤 你先别勾了 我跟你说 你喜不喜欢 不知道啊 好看就喜欢啊 好不好看嘛 你接着呢 你要是说好看 以后天天帮你设计 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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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呢 嗯 你要是喜欢这个发型的话 我以后换着花样来给你设计 给你打造一个不一样的那个 呃 女人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造型 那你觉得我这个是显年轻还是显老 你这个 嗯 有点像那个古代皇帝的那种 蛤像皇后娘娘啊 不是不是不是 像那种 大侠的风格 女侠的风格 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我想要十八的 有十八的 有二十的 有三十的 有五十的 有四十的 都有 我想要那种比较潮流的 潮流的 爆炸头啊 也不是爆炸头 比较潮流 卷磨 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潮流啊 然后有点就是 新鲜感的那种吧 不要麻烧 烧它就死了 潮流感的 对啊 这个也可以的啊 这个 这个也是比较潮流啊 比较时尚 比较潮流 再把这个衣服一换 你意思说这身衣服不搭 这个发型是吧 要穿旱服是吗 还是穿旗袍啊 这个衣服肯定不搭啊 这个头型要搭什么 你要穿那种 短短的 旗袍啊 你女龙服要穿那种 短短的 裤子穿那种长长的 哦 懂了懂了 搭配你都不懂的吧 我在农村干活 我要的是保暖 保暖就得了 我跟你说 你觉得好看 以后天天帮你盘 然后呢 以后等到你结婚的时候 都不用去那店里面 做头发了 这个发型可以结婚啊 怎么不可以吗 你这个头都没洗油油的 要是洗干净了之后 洗干净了之后 盘出来头发都不一样的 太乱了 我只是徒手 两手这样子搞一下 就这么丢 你要是把它洗干净 然后拉顺一点 更牛逼 更好更正点 那你明天给我搞一个儿童版的 儿童版的 我盒子会搞儿童版的 大叔型 大妈型的 我不要大妈的 儿童型的 少妇型的 少女型的 还有老太太型的 大妈型的 我要少女的 少女的 对 要少女的 你刚才不是说儿童型的吗 把儿童型跟少女的 我要这两款 可以可以可以 你会设置新娘的发型吗 还有新郎的发型吗 会啊 新娘发型 它是有那个头饰的 你之前去学过吗 这还要学吗 要啊 那你会化妆吗 会啊 我帮你化 不不不不不不 不用不用我化妆 你有没有化妆的东西 没有没有我从来不化妆的 我帮你去买一套 我不用不用我可以化 我都是素颜的 有没有 我素颜的 刮那个栗子 刮在你上那种 还刮栗子 都要刮石灰的 还刮栗子 哎 就这样子啊 明天再给你设计啊 我先走了啊 明天再说吧 没想到这个小梅啊 还有这一手 还会修眉毛 然后呢会盘发型 我长这么大 我从来都没有修过眉毛 也从来都没有化过妆 更别说盘这个发型了 真的是从来也都没搞过 今天他不知道发什么疯 突然间跟我盘这个发型 也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我看不到 他说还可以 他还说他会搞这个就是新娘 还有半娘的这个发型 这样这个技术真的不错 一个男的会盘头发 很多男的都做不到的 真的不说了 先把这个勾了 然后不刹眼的话就可以烧了